大家好,我是潇洒的人类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之前好多朋友问我的那个鸟粮制作的一个过程和配方 其实呀,没有什么配方 是因为朋友之前送我了好多那种无壳的粮 然后呢,我的鹦鹉又不好好吃 存放的时间长也会变质 所以我就想加工一下,让鸟赶紧把它消化掉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做了一点试验 找了一种它们可以接受的配方 所以按照我这个做的话 你的鹦鹉不一定会接受 但是我发现多放一些它们喜欢吃的东西来吸引它们 还是很有效的 制作有很多种方法 也有很多种形状 我用的是这种 因为简单,可以经常做 好的,首先我们看一看制作鸟粮需要的材料 鸡蛋最多一个,宁少物多 然后鹦鹉奶粉,这个不用多说了 因为家里最近没有小鸟 最近也不打算让它们生小宝宝 所以顺带也一起加了进去 奶粉的量取决于你的食物的粘稠度 你想做出来是颗粒的话 你就少加一点 或者是你的鹦鹉特别喜欢吃奶粉的话 你就多加一点 枸杞,这个也是一样的 宁少物多 我做了这一大锅才放了这几颗 然后维C片,这个是我自己吃的 因为当时鹦鹉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 所以我就加了一片,我只是用它来当做调料 蜂蜜 注意,蜂蜜这个东西一般鹦鹉是不能吃的 我添加这个也是用做调料来使用 因为我发现它们挺喜欢这个味道 然后将各种无壳的饲料倒入锅中 将它们融化 我直接就将它们煮熟了 因为我要添加鸡蛋 必须要熟透 然后奶粉也加进去 因为我要制作的是块状的东西 所以加的多 你要制作颗粒或者其他形状的话 没必要这么多 这个不是唯一 是盖粉 手抖了一下加多了 也是一点就够 然后就是无壳饲料了 加进去之后开始搅拌 看到了吗 奶粉多了就会很稠 出锅之后你可以趁热 捏成你想要的形状大小 这样做完晾凉之后给鹦鹉吃 它们还是能接受的 因为我是为了清理库存 所以加了一些辅料 我这里还有一个配方 如果你要做的话 你可以试一下 里面的东西有燕麦片 杏仁 花生 花生富含蛋白质 是鹦鹉的重要蛋白质来源 葵花籽 益仁 燕麦粉 对鹦鹉的肠道功能特别有帮助 它们还提供了符合维生素和矿物质 剩下来就是干果和蔬菜了 鹦鹉其实很大于部分的营养 就来自于水果和蔬菜 所以水果和蔬菜是必不可少的 水果我们可以添加一些杏子 葡萄干干果之类的 然后蔬菜主要以胡萝卜为主 这些食材的多样性 绝对能满足你鹦鹉的各种营养要求 问题就在于你是怎么给它们吃 它如果不喜欢吃 我不建议大家去用这种饥饿的形式去饿它 这样会导致鹦鹉更加厌食 好了我们做完这些东西之后 其实最主要的是保存 保存的话我们放在密封的容器中保持新鲜 这样有助于防湿器和虫子 家里面有好多这种防腐剂 我会把这些防腐剂放在保存鹦鹉粮食的这些盒子里 好了这就是我制作鸟粮的全部过程 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让我也试一试你的配方 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下次见 拜拜